你好呀,我是娜娜 我知道很多伙伴因为看了我把龟散养的视频 也想要把自己的龟散养 所以我特意把我能想到的关于散养需要注意的问题 整理成两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前面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觉得适合散养的龟 这一期我们来聊聊散养的环境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就是对龟来说非常重要的温度和湿度 大部分龟龟疾病的诱因都是温差 所以虽然是散养 但是开空调的时候最好也是把龟安置到常温的房间 尤其是像现在夏季 龟龟刚吃完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开空调 很可能会导致龟消化不良 之前因为温度不高 我不太开空调 所以龟就随便溜达了 最近的话他们都被我关在了阳台 每天他们看到我就这样 湿度方面主要是考虑到一些龟的起背问题 比如黄原的起背就和湿度关系很大 所以在你决定散养之前建议先了解一下 你所需要散养的龟对于湿度方面的需求 适当布置一下环境 像我们家的因为阳台上全都是龟缸 所以阳台这边的湿度是非常大的 关于这一点 我们家棚顶可以作证 除此之外散养龟环境内建议提供可以共规自由出入的大水盆 这样不仅能够满足龟龟随时饮水泡澡的需求 也能很大概率避免龟龟随地大小拉 散养初期环境内的躲避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能够很大程度避免一些胆小的龟龟应激 也能让他们更快的适应环境 当然也不是必须要这种比较常规的躲避 像这种假叶子或者是架子下面的空间 都是他们不错的藏身之处 等龟龟适应了环境 是否还需要躲避就可以按照龟龟的习惯和需求来决定 除了龟的基本需求 最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 环境内不要有可能会伤害到龟的其他生物 这里包括人以及其他宠物 那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 龟又比较喜欢追着人跑 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 最好就把龟安置到大家不去的房间 不然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踩到 家里如果还有其他的宠物 也最好分隔开来 比如猫咪狗狗等 毕竟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小动物的心思 散养的家庭环境建议不要有那种龟可以钻进去 但是我们很难发现 或者很难把龟抓出来的地方 像我阳台这个架子下面 我就用这种亚克力挡板封起来了 同时如果龟龟散养 每次家里开门一定要注意门后的位置 避免不小心夹到龟龟 另外养宠家庭驱蚊 建议选择这种物理灭蚊的 放置在龟够不到的地方即可 愚人愚宠都无害 很多地区夏季还需要杀蟑螂 像我家的话我用的是蟑螂娇耳 全部涂在大约半米高的缝隙 可以避免龟归误食 最后也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难的一点 如果你决定把龟散养 就一定要注意家里的清洁问题 比如前面提到的小墙 如果你没有及时清理 龟就很有可能会误食 那如果家里没有及时打扫 龟把头发带到水盆里 也会导致水泵堵塞等问题 散养虽然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互动体验 同时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很多的工作量 我家规于说是散养 其实我觉得更准确来说 应该是半散养 让他们随便逛的时候比较有限 更多的时间他们都是待在阳台这里 这也让我轻松很多 所以想要散养的伙伴 还是建议多想想 我是娜娜 那我们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clock rs 그럼 这个贾心os��